家喻关关城位于家喻关最狭窄的山谷中部 地势最高的家喻山上 城关两翼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 我们可以在家喻关火车站乘四路公共交通可达家喻关风景区 据了解家喻关建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 距今已有652年的历史 明孝宗洪志八年1495年修建家喻关关楼 现在家喻关关城以内城为主 在关城上增修敌楼角楼等并在关南关北修筑两翼长城和风火台等 家喻关城周长640米面积2.5万平方米 城高10.7米以黄土夯柱而成 西侧以99999块砖包墙 东西城远开门 东围光化门西围柔远门均筑筑洪城 家喻关内城墙上还建有建楼 笛楼角楼阁楼扎门楼共14座 是长城众多关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这是游远门 这是游远楼 我们准备要进门 这个是游远门的外城 然后我们进了朝中门的房间 家喻关特色产品 城楼手工模型的产品 城楼手工模型的产品 这门多少个门顶不到 这是继续的外城 我们这是环游门 这边有个定层转 我们从环游门出来 我们就要进到天下第一庄管 城里城外了 doubtful 这边有请 那边有队 这边有队 这边是有队 同时 大方的一座 这边有队 那我们就吃 那我们就吃 今天 家里市 有队 车 这个建楼就是嘉义关门 嘉义关门 美不美 天下第一胸部啊 这是嘉义关正门 向我招手 这是嘉义关的车车 车车院你看这石头压的 当年车车 这是铁门 出来了 这就是关麦 嘉义关 我们看看层边 这个核子 有些河山 放下 这边睡觉 测语 现在我们站在关外 现在镜头摇向着这样一个古长城 嘉与馆 一副荡官万副莫凯 接着嘉与馆就可以进入古长城的内地了 我们现在看的嘉与馆就是 东至老龙头上海关 西至嘉与馆是与长城的头和尾 万里长城 延绵无端从这里 已经隔断了 我们现在镜头要一向嘉与馆 我们除了嘉与馆这个门 在长城那个外围 我们排一个这样的一个镜头 我们看出这个楼就是嘉与馆正门 天下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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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与馆出口远处对面有一个碑亭 叫天下雄冠 这样一个碑林 现在是塞外 向古长城 镜头移动 天下雄冠 现在我们在嘉与馆主楼的长城上进行四周拍摄 现在我们在嘉与馆主楼的长城上进行四周拍摄 这就是塞外 这就是塞外 守住渡口 在嘉玉关流传一个歌颂古代工匠的传说 相传明正德年间 有一位名叫一开站的修官工匠 精通久久算法 所有建筑 只要经他计算 用功用料十分准确和节省 监督修官的监视馆不信 要他计算嘉玉关用砖数量 一开站经过详细计算后说 需要99999块砖 监视馆一研发砖 并说 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 都要砍掉你的头 罚众工匠劳役三年进攻后 只剩下一块砖 放置在西梦城门楼后研台上 监视馆发掘后大喜 正想借此刻扣一开站 合众工匠的工钱 哪只一开站不慌不忙地说 那块砖是神仙所放 是定城砖 如果搬动 城楼便会塌掉 监视馆一厅 不敢再追究 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 名为定城砖 此砖仍保留在嘉宇关城楼之上 这是一块砖的来源 我们在嘉宇关那个正门 那个城楼上望着关内 就得通过这个门进入关内 从这间楼可以观看这个城内外的一切局势情况 这块砖仍保留在城楼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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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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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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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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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